坤主非常出現 坤主非常出現 早是媽媽 好 早是早還有黃備主 OK好 那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現在在衛服部工作的佩提 那今天想要提個案子叫護併筆調查詢 然後這個案子的一個每一批叫做假作真實真一假 為什麼呢 狀況是這樣就是在七月底的時候 衛服部第一次公開了一個叫護併筆的資料 其實跟前面那個有點像 然後這個東西什麼呢 然後這個東西什麼 怎麼會這樣 就是你可以想要 他可以算很複雜 但基本上就是因為現在有多少多少的病人 去處理現在有多少多少的護理能力 那大概就可以算出來一個護理能力 他大概要照顧多少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數字越大 那就表示這家醫院是越險胎越辛苦的 好 那目前其實健保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如果這個數字控制的比較好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拿到一些健保的錢會比較多 他有做一些聯動的不同的醫院 那舉個例子來說 像醫學中心他就會跟你說 如果你的護理能力控制那個護病體超過9的話 表示超辛苦 那你就沒錢拿 對 控在9以下 那七月底公布之後 以醫學中心來看 就會發現數字非常漂亮 幾乎都在9以下 那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 就我們每次衛服部的粉出來 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就被關爆了 就是 然後關鍵就是假的假的假的 假假的 騙人 都會這樣 然後整片留言裡面 就是那個按讚數最多的 就是果不起來 是被召喚出來的海豹法師 所以說 但我們不是誠實的說 老師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過往的狀況都是說 護理人員就說 我們燒鞋看 我們燒鞋看政府出來面對 然後政府就出來 然後跟政府又不知道怎麼 直接對第一線民眾 他就會叫醫院來說 欸欸欸你們到底做怎麼樣 然後說欸我們其實都有符合那個規定啊 然後所以這次把資料公開資料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讓政府有個機會 可以直接對到護理人員說 欸你看你們家醫院給我的資料 就是這樣 是他申報出來的 那所以說呢 今天 因為我現在個人的想法是說 我們部也還在想說 今天護理人員第一線的聲音出來之後 部內要怎麼樣隱隱 但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樣 各界發現說 欸因為阿護病比 爆出來的資料跟實際狀況是有落差的 就形成這種氛圍 我覺得去關注是好的 那所以 這次的資料 我們直接用open data出來 那這樣還算趕緊 然後其實有把蠻重要的一次機構代表放出來 然後所以他其實可以連到 像目前的歷史電話 醫院都是可以連起來的 那目前我唯一有的東西是 只有素材 現在只有資料 那因為我比較弱 所以我不會寫生事 所以我今天大家自己會先把它 套到putin table 變成地圖可以查 但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 可能還是需要一個 就是 因為平常我們可能不知道 不一定知道醫院在哪裡 但我希望是可以key很長根 然後就出現所有長根系列醫院的護病名 所以希望像 就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像發生成功那時候一樣 可以用key的就可以找到資料的方式 好 那這個就是因為我不會寫生事 所以任何可以促成這件事情完成的朋友 就歡迎今天可以來找我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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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家